最近云家男的人非常的紧张 我跟你讲 4月3号花莲大地震的时候 嘉义又在动 花莲大地震完以后 嘉义又在动 一个晚上 连动8次 而且最大微量的1.9 他都觉得非常不寻常 我讲 这次的这个西部的这个地震 它大概正央位置在太保 太保 嘉义太保 对 嘉义太保 那大概当然 后来气象局我们都知道 它位置不在梅山段子那边 跟梅山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它在南边大概2 30公里地方 那我们看一下 这其实台湾的 这是中央地震调查所 它公到的36条活动段子 对 我们来看 西部这边很多红色的线 这个都是活动段子 另外一个是 这个东部这边 那零四零三的地震 这次就是主要是这个段子 对 那它西部这边的段子 其实非常多 所以西部这边的过去 我们看下一张图 过去的这个灾害 这是红色点和蓝色点 是过去100年来的地震灾害位置 你说都在中南部 你看最重要的是在中南部这边 当然北部 中北部这边也有一些些 对 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嘉义 云嘉乃 嘉义台南这个区块 这块地震非常多 这块 所以就是嘉乃平原 嘉乃平原这个区域 所以过去这100年来 其实很多大地震 灾害地震都在这区 对 例如说民国五十几年的 白河地震 对 还有四十几年 民国四十几年的 新化地震 台南地震 还有一个1906年的 美山地震 对 那这个来讲 美山地震就死亡 一千多人 所以这个区域来讲 它的灾害是 地震灾害是特别 特别多就是 那我们以前看到 现在很多人把 美山地震当时的状况 公布出来 吓死了 刚才讲一棵树 整个被撕裂成两半 整个树倒了 而且当时刚才讲的 整个地裂 整个完全地裂 这一棵树刚才讲的 活生真的被裂成两半 那现在大家一听说 这种大地震会再来了吗 我想第一个 当然嘉乃这个区域来讲 地震的灾害地震 比较多 但是它会不会来 当然我们没办法预测 不过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看 我们知道台湾来讲 它板块碰撞是在东部 对 所以东部的累积能量 是比较快速的 所以地震频率上会比较高 大地震的频率 那往西部来的话 它当然地震频率就会比较低 但是问题是 西部的喉咙断层很多 所以它的 它个别的喉咙断层 它产生了这个大地震的几率 那它总加起来就高了 所以为什么 我们看云嘉然这边的灾害性地震 会比较多一点 好 这一张图来讲 黑色点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地震 所以你可以看看 在西部这个区域呢 云嘉然你看 秘密妈的黑点 这边大概30年来 大概地震大概有8万多次 30年来有8万多次 8万多次 这个纤圈 蓝色圈圈里面8万多次 那同样这个区块里面 这同样地址里面 中部北部这边 大概它的地震数量 大概它的二十分之一 没那么多 所以刚刚你也看到 灾害性地震 多在云嘉然这一块 对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吗 当然要注意 这一块当然要注意 当然我们还是没办法预测 大地震的这个时间就是 但是要特别注意这一块 政治观点 独家内幕 国际趋势 财经焦点 重案解密 火线搜集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 不涉陷 我是张道合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可以来实现